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手機製造和出口製造基地 但近年來手機的出口量持續下跌 相較於2015年最高峰的13.43億光都開 在2020年8.22億7年減少5.2億 大陸媒體甚至說到手機出口或再難達到高峰 第一財經亦引述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 今年10月中國手機出口8111萬支 年增長大約10% 但前10個月的出口總數仍然是下滑 只有6.4億 按年減少6.4% 明明中國是手機製造和出口的最大基地 為何會有一個這樣的下滑呢? 而且下滑幅度也很厲害 報道說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現在全球手機消費是非常低迷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數據顯示 2017年全球智慧型手機出口量按年增長2% 去到15.5億 但2018年出現首次下滑 2022年出貨量已經減到12億 而其實按照現在的市場來說 大部分人換手機的時間都拉長了 導致智能手機需求在全球範圍內開始見頂 就算我自己來講也好 我正在使用兩到三部手機 其實有兩部已經使用了至少五年了 還有一部最新的都使用了差不多三年 其實最主要就是現在沒有換機的慾望或必要性 再加上整個大環境又差 新手機出到來其實現在的功能性都差不多 不過以前你說買iPhone呀 第幾代第幾代呀 就可以講得上是一個身份的象徵來的 總之那段時間我就要買到它回來 就用就被人看到我是有錢 可以搶到iPhone 但現在沒有人有這樣的想法的 比較少 還有每部手機每一代出來的樣子都差不多 根本分不出有什麼分別 買來都說不到給人知道 到底威在哪有什麼用呀 而另外除了全球手機消費低迷之外 另一方面 韓國的三星 2014年之後已經逐步退出中國市場 以及關閉了在中國的工廠 轉向去越南這地方 就對2015年之後中國手機出口量造成幾大影響 三星在中國沒有產能的 美國的蘋果手機近年也都逐步轉移中國的產能 有部分是去了印度和越南的 就算富士康都在做轉移產能 再加上了 2015年起 中國的本土手機廠都開始很積極地拓展海外生產機地 其中 小米在2015年 就在印度開了第一間工廠同時 Volvo手機 亦都在印度租用工廠實現本地化生產 而2016年 Oper也都在印度投資了人民幣大約15億去起廠 2015年 印度提出日本地化生產的要求 逐步禁止部分機營在海外整部機進口 當年Oper就在印度收購了一座電子廠 成為第一座海外工廠 所以其實印度亦都同時在蠶食中國的市場 報道亦都說到 印尼和印度已經成為中國本土手機品牌 海外兩大生產地 即是說 除了換機的需求跌 亦都有一個原因 就是別人的廠撤走了 因為好像印度那些人口大國 都明知了 我那些人肯定會買手機的 需求肯定會厲害的 現在還發展著 個個都還這麼窮 現在我不省你一筆 要你在我那裡設廠令到我的工人 有公開就對不起自己 再加上大陸的人工又高了呢 然後有中美貿易問題 我在你大陸出貨 我還要中轉去越南或墨西哥加拿大 再去歐美才避了個稅 那搞不如在印度、越南、墨西哥這些地方開闖 這個是現在他們的做法 有部份產能大概兩到三成左右 暫時來說是會想撤出去的 但是目前來說 你說100%在中國撤走不可能 暫時沒有地方是可以代替到 中國的這麼龐大的產能線 所以這些原因加加賣賣 其實手機生產線在中國移走 是一件必然的事 好了那今集跟大家先看到這裏吧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吧 我們下集再見吧 拜拜